蔡政府一方面要延長兵役 然後一方面又怕影響到青年的選票 所以不管是賴清德 還是是這個民進黨啦 綠營的明代等等 都一再強調說 一年期的一男呢 是分配到守備部隊 不是分配到主戰部隊 不會上戰場 好但是我們看到 國防部的副部長伯鴻輝 被詢時被問到 義務役分發到守備部隊 是不是代表不必上戰場呢 結果呢 我們的副部長就妙回說 穿上軍服就是軍人 就有保家衛國的重任 你有看過哪一個國家 穿上軍服的人 不必上戰場的軍人嗎 這不等於是 戳破了民進黨的大內宣嗎 子彈會講眼睛嗎 不然的話如何分辨 你到底是志願役 還是義務役呢 我們要問將軍 難道這個炮彈會分 他看到說 哦這個是志願役的 我才爆炸嗎 我認為民進黨在粉飾太平 今天假如穿了軍服 我們台灣 按照剛才那個 那個鄭立文講得非常的清楚 台灣沒有前幫後方之分嘛 就是台灣就是那麼大 現在武器的這些射程 還有它破壞力 精準度都比以前要進步 那這樣的話 換句話台灣整個都是 全部都要 全班都要面臨作戰 是這個樣子 不是說 那今天這個國防部長跟博恩輝 他們所講到的 這個穿的軍服 就是要保家衛國的 沒有說你是 你今天是義務役 你就不要了 那現在我們要義務役 你說守什麼 是作戰支援部隊 還是後勤部隊 現在你後勤部隊也是危險 你那些彈庫 油庫 還有武器 還有作戰的 這個作戰支援的庫 通通都敵人攻擊的 你結果你志願役 你義務役守在這邊 他就一樣打你啊 你不是守這個武器嗎 槍戒庫嗎 你不是後勤的嗎 你不是作戰支援部隊嗎 你看一定打的嘛 今天這個所有的這個炸彈 這個飛彈 不會說你是志願役 我爆炸 你是義務役我不爆 沒有這個槍战不長眼的 所以我都認為有時候粉飾太平了 然後這個又不符邏輯 今天打仗起來的時候 管理什麼志願役 義務役 通通是上去的啦 通通都要用啦 還有什麼作戰部隊 作戰支援部隊 後勤部隊 機關學校通通都要面臨敵人的戰火 這是一定的 所以我都認為不要去粉飾太平 粉飾太平這有點騙人家 騙人家騙群 現在選民越來越聰明了 資訊流傳播速度非常的快 大家都會在這個網路上 或者在手機上面看到一些相關的資訊 所以我都認為不要再去 在這個欺騙這個選民 就跟他講 現在是不一樣 現在這個共機還有共艦 經常在台海周邊這邊活動 這個常態戰備警循一直在實施 那我們怎麼可以侵敵呢 絕對不可以侵敵嘛 那你現在要求要務實 要很實際 不要避重糾輕 不要粉飾太平 我們知道還有一個就是重要的 心防 我們有沒有心防 這個國者人之機 人者心之氣 國家之之亂在於社會之隆乎 社會之隆乎在人心之正民 心防最重要 有沒有心防 我讓心防嘛 先把心防弄起來嘛 沒有弄心防 你再好的這些武器裝備 彈藥沒有用啊 我說先把心防給它振作起來 這才用 你沒有心防 再買了發再多的錢 搞再多的武器裝備 再多的沒有用 因為大家沒有心防 所以我認為 只是敢把心防帶起來嘛 你不要不要 什麼事情都要務實 講實話 做實事 要這個樣子才對 這才是建軍備戰 一步一步來踏 而不是在那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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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役 又不用上戰場 怎麼會不用上戰場 跟部長 跟國防部的副部長 不是講得那麼清楚了嗎 我們現在 現在只剩下15萬5千人 是創了 國軍到台灣來 最低的紀錄了 15萬5千人 你看這個 這個兵到哪裡去 招都招不到 不要再買武器裝備了 先把兵 把兵 把志願役 通通招足再說 不要寄望在 義務役上面 趕快招足 15萬5千人 從來沒有過那麼少 是沒有戰力的 你任何的火力 這些火力 武器 槍炮 彈藥 都要靠人力來發揮 靠人力來控制 靠人力來發揚 是這樣 你這人不夠了 那我認為先面對問題 為什麼 為什麼招不足 招不夠 這個東西是問題 我認為不要去 避重就輕 還有我們講軍事改革 有沒有去做軍事改革 蔡政府這七年以來非常的可惜 這沒有說軍事改革 依然顧我 然後買那些這些武器穿破彈藥 你看結果招不夠 頭重腳輕 買了這些家當 沒有用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 一切都是沒有用 所以我倒認為要從兵役制度 要從軍事改革 要贏得社會的尊敬 要在這個軍隊裡面 要贏得社會大眾 所以民間的肯定 然後年輕學子來 勇於投筆從容 勇於從軍才對 都沒有這樣做 大家知道 你也把那個 我認為民進黨先出來道歉 民進黨說軍人是米蟲 那米蟲怎麼打仗 你現在到現在 現在為止民進黨不出來道歉 你誰要去當米蟲 誰要來從軍 這些年輕學子 誰要來當米蟲 如果民進黨要出來 趕快就說 以前民進黨 講軍人是米蟲 是不對的 我們現在向郑仲 所有的國軍官兵弟兄道歉 希望大家有志青年 有志一同加入軍中 應該這樣從來不道歉 你這樣子 那誰要當米蟲 你看看所有 現在招不到了 因為所有這個年輕人 他不要去當米蟲 我都認為這些事情 都是非同小可 而且我們知道 賓者國之大事 死身之地 蟲王之道 不可不查 任何事情 如果沒有一個很堅固的國防 那些什麼經濟 教育 交通 那都是假的啦 你沒有國家 你搞那些幹嘛 我認為 現在剩下的最後 七年已經過去了 是要趕快把軍人的地位 把它做提升 軍人的待遇 趕快做提升 以前執政黨 民進黨 講不對的 是污衊國軍的 毀損國軍的 這些事情 你一個豁然大功 先對這些軍人 先做道歉 然後好好照顧 現在的志願意 先把志願意照顧好 然後一無意進來了 你一無意好好的去 把它做非常好的訓練 這才是物本之道嘛 應該這個樣子才對嘛 另外最終話 我剛剛講過新防 沒有新防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如果是沒有新防 那一切都是假的了 我這邊講到 一定要強顧新防 把大家做愛國的心 愛國的共識 不要再混淆 不要再搞內鬥 鬥爭 這都是不對的 你如果在那邊搞鬥爭 大家就對軍人 會失去的信心 你都這樣玩 我還在那邊從軍幹什麼 我還要有這些理想嗎 就不會有這方面的 這方面的中心的目標 所以我都認為 大家尤其是民進黨 尤其是執政黨 在這一方面 一定要扶底抽薪 誠實認錯 然後改頭換面 好好的尊敬軍人 才是當務之急 今天戀版 指出什麼 工作室 以責任人 製作人 靠近 aş 最多的 拍V 拍V